哈喽大家好,我是武空 在未来社会,人口激增,资源不足,生活压力大 科学家就研究出一种可以将人身体缩小的技术 那这样就可以减少能源消耗等问题 小夫是一个老实憨厚普通善良的男人 有一份普通的工作过着普通的生活 静香则是小夫的妻子 两口子一直梦想可以住上大house 但是由于自身的经济条件 想往大house那不得不吃不喝一杯子 这天,两口子参加一场舞会 发现了自己曾经的朋友都已经缩身变小了 小夫在和大熊聊天的时候 向他讲述变小后带来的各种便利安逸舒适的生活 两口子就有一些动心了 第二天就来观看了小人国房产的一套房子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了 而且房价极其便宜 再加上卖房销售给两口子介绍 这就让他们很心动了 先把自己家里的家具都卖掉了 小夫辞去了工厂里的工作 晚上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做了一次告别 然后就启程准备去做变小手术了 经过一系列的询问与漫长的等待 小夫先去做了手术 先剃头再拔牙 说实话 小编是没太懂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注射了缩小配方 一瞬间小夫就变小了 可是等小夫缩小后醒来给静香打电话 静香却说 我害怕涂头 害怕拔牙 害怕失去亲朋好友 就这样 抛弃了小夫 独自离开了 小夫就独自一人来到了自己的王国 没有静香的陪伴 小夫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就很难受 一年后 静香就和小夫签了离婚协议书 自己也从王国搬到了工艺室住房 楼上呢 又是一个很喜欢开派对的人 胖虎 小夫就带着一朵大玫瑰来玩耍 然后小夫就在派对上疯狂的嗨配 第二天早上宿醉醒来 大雄又和小夫畅谈人生 聊着聊着 小夫发现大雄家的庸人 就是之前非法移民来的玉兰 善良的小夫就发现了玉兰有着严重的关节炎 玉兰得知小夫有点技术 就想让她帮自己的朋友 就带着小夫来到自己家里一个小人国难民营 但是小夫并不是真正的医生 不能很好地帮助她 玉兰就要求小夫每周四上午十点过来帮忙 再次来的时候 那人已经死了 小夫就帮助玉兰修她的甲汁 可是小夫却把玉兰的甲汁弄坏了 没办法了 玉兰不能工作了 只能小夫帮玉兰工作 这下小夫就成了玉兰的助手 再次来到胖虎家时 胖虎发现小夫成了清洁工 胖虎就想帮助小夫摆脱玉兰 就假说要带小夫去挪威帮忙 但是玉兰也执意要跟着去 说是要去见一个科学家 也就是发现缩小技术的科学家 四人就开着船去挪威 科学家说 在不久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 在和玉兰的相处过程中 小夫和玉兰也慢慢擦出了爱的火花 最后四人来到了起源部落 发现这里的人们在地下 建立了一个微型世界 科学家就想让部落的人生活在地下 好保留人类基因 小夫也想帮他们这样做 可是玉兰不愿意 在和玉兰商量一番后 决定进入地下 可是最终舍不得丢下玉兰 还是出来了 至此影片结束 我是悟空 我们下期再见